me 哎 易嘉 我今天想要來考考你一題 你知道台灣的體談中有哪些世界第一嗎 尤其還是女生喔 我知道有舉重好手郭幸存拿到金牌 還有戴資穎也曾經登上世界球後喔 你说的都没有错 但是还少了一个项目 嗯?是哪一个啊? 那就是拳击 而且在不同的量力之中 台湾还出现了两个世界第一哦 真的吗?太厉害了 好想看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们的奋斗故事 走吧 走 第一回合开始 就很帅的一个运动啊 我一直觉得哇 很帅怎么可以就是这样把人家打趴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好可以 锐利的眼神瞄准目标 抓准时机给予重击 妈祖长大的陈念琴 十四岁独自一人来到台湾 八年过去 离家背井的女孩 成为女子拳击界的世界冠军 虽然是与教练对练 陈念琴出拳却毫不犹豫 因为上了擂台 就是森林战场的战士 我今天在台上我帮你击刀干嘛 你就是有实力 就是强者 但如果你今天被人家打倒 然后你还去通信他扶他起来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竞争力 保持好胜心 不留给对手任何景面 这是陈念琴的场上原则 但拳击运动需要足够的力量 来增强重拳力度 相较于男性来说 女性选手先天上较为吃亏 特别是在懵懂的孩童时代 陈念琴就曾遭遇过异性的异样眼光 其实一开始我是被排挤了一个 因为他们就习惯 大男生就习惯大家混在一起 不然多一个女生 他们就觉得你来这边干嘛 然后可能训练的时候 像他们一样滚回你的妈祖 所以那一阵子其实是一个很难 很难去适应的地方 尽管在小时候身处不友善的训练环境 陈念琴用实力向大家证明自己 2013年以16岁的年纪 夺下世锦赛75公斤量级金牌 一战成名 2016年世锦赛夺得铜牌 一局取得礼约奥运参赛资格 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 登上奥运殿堂的女拳击手 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小孩子心态 就是觉得说教练就跟我说 诶 念琴你现在有一个机会 很大的机会可以参加奥运 我心想好啊 冲一波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什么技术 或者是什么 但是现在想我们有经验之后 就会想我要怎么样更稳定的 去一步一步去做好每一次的准备 奥运的难得经验 陈念琴能以更成熟的心态来面对比赛 但毕竟正值22岁画样年华 在形象上也开始让自己添加些女孩气息 我真的发现我自己太男生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要找一个方向 让自己感觉起来像女生 然后有一种让人家觉得 其实我内心是住着一个少女的那种心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说 好 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喜欢粉红色 我就犬套也买粉红色 鞋子一开始也买粉红色 衣服也粉红色 然后什么东西都粉红色 把头发留长 喜欢一些少女元素 让自己装扮得更像女孩 但当天没看到身上有任何粉红色的元素 或许比起让别人看到他女生的一面 专注成为世界拳王 才是现阶段更重要的事 相较于陈念琴 理着一头锐利短发 全神投入在训练上 她是另外一位世界女拳王 林玉婷 从小什么芭比娃娃我不会玩 我从小就是学大人 然后绑钓一圈 然后去池塘钓鱼 或者是就是在田里面长大的 不喜欢人家去约束我 然后我想干嘛就干嘛 但是前提是不要变坏就好 外形 谈吐 更像男孩的林玉婷 靠着敏捷的步伐 侵略对手领域 外表看似冷静 内心却充满攻击欲望 面对擂台上的敌手 丝毫不留任何同情 上了台我们就是敌人 我对你仁慈就是对我自己才能 因为迷上拳击的热血 率劲 开启他选手生涯 从台湾 亚洲 打到世界第一 成为名副其实的金牌拳手 我刚升国中的时候 我的 我没有那么想要去参加这个运动 那时候是想要选篮球 但是那时候因为篮球这种的太热门 选不进去 后面就 我想说拳击也不错 那我就选了拳击 谁知道就坚持到现在 像这个的话就是拳套 国中时期开始接触拳击 不到六年的时间 就在2013市清赛五十一公斤两极项目中夺下金牌 一百七十五公分的身高 虽然占有优势 但不断的苦练 才是站上世界顶尖舞台的关键 我好几场比赛我的决赛对手都是地主队 但是我都把他赢下去 所以因为我又你说这些观众我听不懂我当作他在帮我加油就好了 由于国内相同级数的选手不多 大多时候只能跟男生练习 但教练偶尔还是会安排两人对练 让彼此交流技术互相学习 长年下来两人也培养出好默契 我们最开始认识应该是2013年 我们在我的母校英哥工商集训 因为我是算是在地人 那我一定会问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或是你们住得OK或是需要什么协助 第一次看到他就觉得不敢靠近 然后想讲话其实也不敢 因为他真的脸非常凶 他现在笑容多了 散发内敛气息的林玉婷 对比陈彦琴的外放热情 特质看似大不同 但互补的个性让彼此成为学习的对象 2015年年底我们有一个中国队的教练来带我们训练 那时候他给我们训练强度真的非常高非常高非常高 当时就好几次我就觉得很累撑不下去了 然后但是又看着他拼命的一直要往前冲 对就是乱吼乱吊我就觉得 不行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学姐好的地方就是他非常稳定 他做任何事情都很稳定这样 在训练上也是这样很稳定 有时候可能我在训练上我就亢奋过度 然后忘记收的时候 瞄一下学姐 他怎么都可以就是很稳定的这样慢慢一步一步 就是为什么可以这么淡定的 学姐的稳定度这方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去学习 2013年世青赛 2018年世锦赛 两人分别在不同量级拿下金牌 这莫名的巧合 让两人培养出国际赛场上并肩奋战的情谊 当同龄女孩叽叽喳喳讨论穿着打扮 她们的话题却围绕在出拳的角度和技巧 这使她们俩更珍惜在乎彼此 她有成绩我就有成绩 我有成绩她就有成绩 所以我们都同时站上去 站上世界巅峰 职业球员这件事情我一直在灌输她们一个观念 既然要加入AVL 大家必须要更拿出职业的一个态度 去准备这样的一个联赛 这次才刚在SPO拿下对十手作冠军的球队 面對就像重大轉變 教練及球員們會有哪些想法 一起來看看 拿下第16季SBL總冠軍後 富邦勇士球員依舊加緊練習 由於台灣籃球職業化的腳步滿山 球團在8月拋下震撼彈 新球季確定退出SBL超級籃球聯賽 轉戰ABL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 這也是繼高雄勝途與寶島夢想家後 第三支加盟該聯盟的台灣球隊 大家都知道富邦有棒球隊 在對經營職業運動上面並不陌生 同時我們的球員其實對職業運動 尤其是職業球員這件事情 我一直在灌輸他們一個觀念 你既然是職業球員 你是打SBL 其實就我來說已經是個職業球員 只是我們並不可承認我們是職業聯盟 既然要加入ABL 大家必須要更拿出職業的一個態度 去準備這樣的一個聯賽 ABL成立於2009年 是亞洲第一個跨國職業籃球聯賽 上個賽季共有10支隊伍 經營規模已從東南亞跨足到兩岸三地 相較於國內籃球前景混沌不明 始終無法跨越職業門檻 此次球團想要改變現況的決心 也激發正宗球員進步的欲望 聽到公司宣布說打ABL的時候 就感覺就是 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體驗 先觀摩吧 然後看 然後覺得先學習 對啊 因為其實去年的時候就開始看夢想家的比賽 對啊 然後也有看過一次現場 就是覺得說他們的場合完全不一樣 對啊 所以去新的環境要去熟悉部打訪 ABL比賽的勝負 常取決於外援的表現 每隊採取三洋將制度 而且沒有限制上場時間 加上只要亞洲混血都列入本土球員 總被外界戲稱為洋將聯賽 對於即將加入的勇士本土球員 更要證明自己生存的價值 這是給本土球員一個衝 應該一個衝擊 衝擊就是說你必須要有實力 你才可以站到這個場上 那相對的就是你必須要 花更多的時間去做付出 還有更多的時間去努力 你如果有辦法上場 其實你會學到了 會跟本土之間打得來的更多 心理素質啊 或者是動作啊 經驗啊 我相信都會去學到一些東西 ABL三洋將的制度 球員對於上場時間被壓縮 都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正中隊長蔡文成 面對隨之而來的挑戰 保持一貫儲之泰然的態度 以不變應萬變 我覺得洋將可能就是 就體能然後身體條件 根本不一樣 那你可能就把它當成是本土 我覺得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 可能因為你不可能說 你不會去面對它嘛 就想辦法去接受 因為畢竟就是有三個老外 不要把洋將想得太 太複雜化 或是太高這樣子 因為那邊很多洋將 然後SBL的話 可能就兩隻 一隻這樣 對然後所以 我覺得那邊的強度 應該會更強 對啊 所以 就是把自己準備好盤 然後 持續努力 ABL為跨國性聯賽 球隊的移動方式 從原本的客運改為飛機 足跡將經過越南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菲律賓 香港 跟澳門等地 從未有過長途之旅的球員 如何適應不同國家的生活作息 對於體力上更是一大考驗 差別最大的應該就是主客方式吧 然後 我覺得盡量在 不管在台灣或是在其他地方 要慢慢習慣就是 可能要到處飛啊 幹嘛的 可能會比較累 但是要 就是還是要慢慢習慣的 在搭飛機的時候 希望就是那一天累一點 每次只要是搭飛機 就希望可以在飛機上好好睡覺 移動日能不能有足夠的睡眠 會影響到接下來的訓練 以及比賽表現 另外 出國就怕水土不服 如何減少飲食不節 腸胃不適的風險 也是重要的課題 當然每個國家是不同的一個飲食 我覺得這對大家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你不能大方那邊 你跟我說前一天晚上沒睡好 大方那邊你跟我說你拉肚子 這件事情對球隊影響非常大 盡量吃飯店 飯店裡面的食物 可能攤飯啊 夜市那些就比較少這樣子 ABL實踐經營主客場制的理想 是成為富邦勇士轉戰的關鍵因素 如何避免客場的不利因素 包含對手球迷的鼓噪 以及主場哨音吹噴等 種種外在條件 考驗著球員場上的智慧 主客場一定會有這樣的哨音的偏頗 這我不否認 從以前國際賽也看到 這只是比賽的一部分 你能不能focus在場上 去克服所有的困難 這就是客場比賽的一些特色吧 主客場賽制鮮明 營造良好主場意識 成了勇士球團相當重要的課題 球團占定以新莊與和平為主 打造屬於真正的勇士主場 球員們對於新球季 能在家中出賽更是充滿了期待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因為像之前中華隊 如果有在台灣比賽 就有感受到出場球迷 跟我們鼓勵 我們自己打球會打得比較開心 比較興奮 想要吸引球迷進場 球星當然是不可或缺的 今年最大的賣點 當然就是宣布於野獸 林智傑完成簽約 這位黃金世代最具代表性的球員 採訪當天更是他簽約後 首次於勇士練球 金冠已經37歲了 但是體能與身材 依舊維持相當出色 對上的年輕球員 也感到佩服不已 就很自律的一個大學長 然後就是可以看他生活上 可以很多地方可以跟他學習 所以他不管在場上 然後他就會展現一種 就是有一種領導的風範 就是他會一直提醒學弟 然後一直在場上 告訴大家要做整方隊的事情 我不知道怎麼這樣講對不對 就是從小的偶像嘛 對啊 然後現在邊上隊友 就是沒有想過 對啊 然後因為他去大陸隊 發展也很長一段時間 對 然後希望能夠從他身上 學習到很多不一樣的經驗 對啊 然後能夠傳承 野獸林智傑的重磅回歸 吹響富邦星球技武強的號角 他在牆上具有一定的主宰力 又可將經驗傳承給年輕世代 他的加入勇士戰力將會再次提升 對於首次揮軍ABL 總教練徐靖哲坦言壓力不小 但肯定會全力以赴 目標當然是一定要進前四 通到冠軍賽 真正拿到冠軍 那當然是我們的目標 可是畢竟是先進來 我們是一個新兵 那如何在這個聯盟先能夠生存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能夠生存 你才有辦法去取得好的成績 我們先想辦法 能夠在這個聯盟裡面生存下來 然後我們再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爭取好的成績吧 作為台灣籃球運動的領頭羊 富邦勇士選擇立足台灣 放眼亞洲 期盼透過在地經營的努力 強化球迷的認同與歸屬感 讓一灘死水的台灣籃球運動 能再次復蘇 展翅高飛 以上就是今天的史波斯爆掛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